这个怀孕11个月的女人 看见时间大到 立马实施抓捕行动 没想到大胡子竟然拿出了时间炸弹 轻轻一甩手 他们就定在空中 胡子哥不慌不忙地逃了出去 小美见他如此嚣张 看了下大肚子 忍着腹部的剧烈疼痛 毫不犹豫地滑了下去 哭吃一声掉到豪华座驾上 一脚油门踩到底 追着前面的SUV 胡子哥按下按钮 车屁股里冒出一堆海胆 小美也不含糊 比亚迪轮子伸了出来 精准地避开地上的海感 速度太快就开启减震功能 然后探出飞抓 按下按钮 飞抓窜了出去 抓住胡子哥的轮胎甩到天上 落地时把他弹了出去 小美急忙坐到车上向前追去 没想到大胡子的手下竟然在这等着 虽然马上要升了 但他一个打十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正在这时队友赶到 把大胡子抓了起来 这天一伙人趁小美不在家 拿着大炮走了出来 把小美家包围了 然后一炮轰碎了门 就在这时 电视向上一台 露出个密道 他们钻进去后 掉进一个密室里 他们才知道妈妈是一名特工 坏人找了半天 终于发现了密道 蒙面人刚钻进去 就被大力弹簧弹飞 渐进不去 他们启动大炮 轰碎了密室路口 姐弟俩坐到椅子上 然后开启变形程序 变成飞船逃了出去 蒙面人把大炮放到地上 变成飞行器追了上来 由于速度太快 弟弟不停地呕吐 眼看蒙面人要追上来 他把呕吐袋子扔了出去 正好撒中蒙面人的头 之后来到特工总部 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秘密武器 想去找时间大盗算账 可大人们不让两人出去 一群大人正在追两个小孩 姐姐拉了下狗的项圈 他抬起左脚 拉出一片润滑油 大人踩到上面都滑倒了 然后抬起尾巴 射出无数弹珠 大人踩到上面 又摔倒一片 长发哥拿起弹珠一看 不停地闪着红光 把他们炸飞出去 他俩转身就跑 来到休息室 这里有一台空间传送器 弟弟用超强大脑 破译密码后 定位到钟表店 然后他们被分解成无数颗粒 在钟表店前又变了回来 进来后里面有无数钟表 可时间大到藏在哪里呢 他们来到一个钟表前 打开柜子 旋转手表 一阵绿光闪过 柜子向后移动 露出一个电梯来 他们走进去后 电梯快速下坠 落到了18层 终于停了下来 抬头一看 窝了个乖乖 这是一台巨大的石钟 还在不停地转动 弟弟把硬币扔下去 卡住了齿轮 下一秒 硬币就被碾碎了 姐姐看到一扇门 跳到秒针上面 快速前进 还要避开夺命针的袭击 最终他们闯了过去 在屋子里有台电脑 上面说只有红宝石 是唯一终止时光机的物质 姐姐看了下脖子上的项链 转身就跑 原来宝石就在她的脖子上 突然他们被定住 大胡子走了出来 把两人带到时间大到面前 他们想逃走 可周围都是时间大到的手下 这时妈妈及时赶到 二翠拿出银行卡 在武器上轻轻一刷 立马充满了能量 姐弟俩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男孩高高举起拳头 用力垂向地面 绿色光波闪过 石中人都倒在地上 他看了下手套 用出羞羞的铁拳 干翻一片石中人 姐姐跑过来帮忙 用出激光辫子 不停地挥动着 没人是他的对手 可一不小心缠住二翠的腿 把他抡起来对付敌人 弟弟一拳打碎齿轮 他们抬头一看 巨大的齿轮落到地上 这时更多石中人走了进来 虽然他们厉害 可双拳难敌四手 弟弟跑到狗狗面前 启动了攻击模式 他眼睛变成蓝色 朝石中人撞了过去 非常厉害 大胡子张开手 飞出无数机器密封 朝几人攻去 还抢走了姐姐的宝石项链 时间大到摘下头套 原来他就是特工们的领导 他抬起手来 转动手表 下一秒 特工总部所有人都被定住 石中竟然弹了出来 发出绿色光波 定住下面几人 小美想上前 也被定住了 特工总部地面裂开 升起一个巨大的时间机器 孩子被带了上来 原来时间大到不是想毁灭世界 而是想回到过去 陪陪父亲 他已经回去无数次 可都失败了 他的手下都是曾经的自己 这时时间漩窝开启 时间大到走了进去 他终于回到过去 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陪他走完一生 不久后他就出来了 却变成了老头 他拿出红宝石 放到时间机器上 时间终于恢复了正常 而姐弟俩都变成了小特工 男孩看到小黑在吃冰激凌 他非常生气 一把抢了过来 扔到地上 还用脚踩了两下 然后快速向前跑去 又来到货架前 把里面的冰激凌弄了出来 不过他只破坏同一个品牌的冰激凌 售货员前来阻止 可他就是不听 随后拿起棍子 边走边破坏 来到促销区 把冰激凌打翻在地 光这些还不够 又打破冰箱玻璃 想把里面的冰激凌弄出来 就在这时 保安及时赶到 把他抱了起来 然后按到地上 只听男孩说 冰激凌会杀了你们所有人 原来昨天晚上小帅饿了 去冰箱里找吃的 可眼前的一幕让他傻了眼 洒在地上的冰激凌竟然动了起来 他非常害怕 一转身 老爸走了过来 他说冰激凌会动 可老爸抬头看时 冰激凌正躺在冰箱里 什么都没发生 老爸觉得他在撒谎 朝屁股拍了下 让他赶紧去睡觉 第二天 老妈拿出冰激凌吃了一口 觉得味道好极了 挖了一勺让小帅吃 不料被他一巴掌打翻了 与此同时 在广告商的大力宣传下 冰激凌越来越受欢迎 每家都要囤上一些 有人甚至半夜还在排队买冰激凌 而小帅家只吃冰激凌 不吃饭 冰箱里堆满了冰激凌 玩游戏聊天时 也是冰激凌不离手 只有小帅是个例外 老爸强迫他吃掉 他只好拿着冰激凌去楼上吃 趁爸妈不注意 悄悄来到卫生间 把冰激凌倒在马桶中 可下一秒 他就傻了眼 男孩把冰激凌倒在马桶里 下一秒 马桶喷出水来 里面的冰激凌慢慢变大 不停地动了起来 难道冰激凌成精了 小帅赶紧盖上盖子 冲了下马桶 随后拿出卵发剂放到杯子里 在老爸面前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可没吃几口 他就吃不下去了 急忙从家里跑了出来 一对夫妻正在睡觉 突然枕头里钻出了冰激凌 扑斥一下呼在奶奶脸上 他顿时呼吸困难 想把冰激凌弄下去 一用力从床上掉了下来 他拼命挣扎 就是挣脱不开 女人从桌上拿了瓶二锅头 紧走几步 在大壮脸上倒了一些 然后点燃大火机 向前一凑 冰激凌就燃烧起来 疼得大壮直蹬腿 没过多久 他用力一扯 把冰激凌扔到房顶 急忙爬到床上 这时房东走了进来 一把抱住大壮 大壮可是练过的 一个锅肩摔 把他扔到地上 下一秒 被子里射出冰激凌 刺到墙上 一会儿男人就被淹没了 冰激凌越来越多 男人跑到了房顶上 大壮拿起二锅头 倒在冰激凌上 之后放了一把火 就赶紧跑了出来 他来到经销商这里调查 发现屋里堆满了冰激凌 可他刚走没多久 经销商就趴到地上 他想打电话报警 二他咬断了电话线 然后对着经销商 张开了大嘴 大壮又来到下一处调查 没想到店主倒在地上 嘴里钻出了冰激凌 原来冰激凌控制了他的身体 机缘巧合下 大壮接走了小帅 乘坐飞机来到冰激凌产地 见小帅睡得正香 就没叫醒他 没想到飞机里也有冰激凌怪兽 车厢里竟然流出了冰激凌 男孩定睛一看 冰激凌还呼呼地往外貌 吓得他急忙来到后面 打开一扇门 从飞机里逃了出去 然后快速向前跑去 来到一处矿场 这时来了一辆卡车 趁工作人员不注意 他顺着梯子悄悄往上爬 然后从盖子里钻了进去 来到油罐车中 没想到一个工人爬上来 盖上了盖子 这下男孩彻底慌了神 另一边大壮来到冰激凌工厂 冰激凌不停地冒着气泡 不需要任何加工 直接装到杯子里 就可以对外出售了 到了晚上 看着一辆辆大卡车驶出工厂 大壮悄悄地跟在后面 来到一个大坑前 池子里装满了冰激凌 从里面冒出一个个头来 看着十分害怕 大壮在锯坑上面买好炸弹 然后装成工人混了进来 正在这时 他听到罐子里有声音 把耳朵贴到上面 知道里面是小帅 急忙钻进卡车 一脚油门开了出去 同时按下遥控器 顿时大坑被埋了起来 随后打开盖子 把小帅拽了出来 开车来到一座城堡 把冰激凌吃人的事告诉了长官 长官非常生气 带着部队来到工厂 一顿机枪扫射后 工人身体里竟然流出了冰激凌 随后大部队进入里面 工人们吓得跑到厂房里 可等他们赶到时 工人们都躺在了地上 之后通过广播告诉大家 冰激凌能控制人的神智 千万不要再吃冰激凌 人们把冰激凌拿出来烧掉 还烧毁了小麦布 甚至把工厂也炸掉了 如果你有点害怕 不妨吃颗冰激凌压压压惊 女人觉得脸上痒痒的 在显微镜下一罩 窝了个乖乖 这是什么 赶紧对准焦距 脸上竟然有个深坑 下一秒 一个农夫扛着锄头走了过来 在大坑里刨起土来 她不停地挥动锄头 没过多久 大坑就变成一块农田 无数人在这里辛勤的老作者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女人刨个坑 把黑头埋到土里 小伙再喷洒农药 大壮脸上满是笑容 原来是小美带着孩子 给她送饭吃 这可把她高兴坏了 患者说 我的脸有问题吗 医生说 我在检查检查 她继续看去 一家人坐在长椅上 有说有笑 非常兴奋 男人说 今年是个丰收年 咱们努力努力 再要个大胖小子 患者说 要看到什么时候呢 医生虽然于心不冷 还是抹了点面霜 伸出细长的手指 涂到女人左脸上 瞬间天边涌出滚滚波浪 人们抬头望去 都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眼看波浪越来越近 女孩说 那是什么 男人大吼一声 他们把黑头装到篮子里 快速向前跑去 大壮急忙给弟弟打了个电话 他还在南非享受着日光玉 可下一秒 右边也涂上面霜 医生不冷地闭上眼睛 滚滚波浪袭来 人们跑着跑着 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下面是万丈深渊 也是女人的下巴 随着面霜的涂抹 巨浪眼看就到近前 医生眼中饱含泪水 他们别无选择 跟亲人们做最后的告别 最后淹没在滚滚巨浪中